台湾参加联合国的议题讲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美国这么正面的回应 怎么说呢 你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推特 他怎么写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台湾是美国的关键伙伴 也是民主成功的故事 关键在这句 台湾应该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未知的全球挑战的时候 那当然他讲这个话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还是要回应 所以蔡英文总统他的回应的内容 当然也是肯定这一段谈话 可是各位你要去观察一件事情 美国国务院跟美国的国务卿 主动抛出台湾要参加联合国的议题 他一定是有他的战略上的目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中国方面的反应 我们其实也不意外 他一定是告诉你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说叫美国不要干预中国的内政 但中国的部分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我们先请教汪浩大哥 美国在这个时候抛出台湾参加联合国的议题 到底是为什么 对这个当然是因为这个跟2758号 决议通过50周年有关系 因为这个昨天是2758号决议通过50周年 所以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都在讨论这个议题 那最关键的争议在于 2758号决议是不是等于一中原则 那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2758号决议 只解决了在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 但是2758号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台湾 也没有讨论台湾的地位问题 也没有讨论台湾的全土问题 也没有讨论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 也根本就没有提台湾的代表权是什么问题 所以2758号决议在中国看来 本身实际上是有缺陷的 当年周恩来在2758号决议投票前五天 在北京跟基辛吉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2758号决议 没有解决台湾主权归属的问题 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很担心 那中国共产党这一点 一直自己心里也明白的 所以你看这个星期一 习近平为纪念2758号决议 做了几千字的长篇演讲 他在整个几千字的演讲里面 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 他也知道2758号决议 从来没有跟台湾有关系 没有提到台湾 所以习近平自己也没有提到台湾 2758号决议并没有说 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 没有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一中原则 它里面包括三条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三条跟美国的一中政策 和H58号决议里面 他们美国的一中政策 就是承认前面两个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第三条是有争议的 既然有争议就是未定 这个是美国的官方立场 实际上这几天在布林肯公开提出这个问题之前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前两天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有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上 专门提到中国专门误用2758号决议 来阻止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他里面也有提到 从美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说 2758号决议完全没有解决台湾的主权地位 和代表权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 美国现在强硬的提出来 并且在跟台湾也前天也开了这个双边会谈 也在国际场合各个场合要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 所谓有意义的参加 这些如果必须以政府就国家为民参加的国际性组织 台湾要有意义的参加 在这个问题上 连格说来美国政策这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没有变过 只不过美国现在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比较有高度 有这个他要主要推动的一个政策取向 来往外推这件事情 而且美国政府在推动台湾参加联合国活动这件事情 外界还有一种解读 这种解读就是认为说台海的问题 他要让它变成国际的问题 他要让它国际化 不要让中国自己把它变成一个内政问题 所以庭辉你怎么观察 对这个连这个拜登总统讲出来这句话 就是说如果他还有事的话 美国会承诺 就是实现他的承诺来协助台湾 而这句话刚好就被川普总统当时候的国务卿 蓬佩奥在南韩的时候 表达说你拜登总统说话要算话 而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明确 也就是说如果拜登承诺说要出兵台湾的话 那的确这个所有大家都在观看 那蓬佩奥他在南韩讲话的时候其实更加刺激 因为他说中国他现在的领导阶层是有一群强盗在进行领导 然后他说这些强盗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在撕裂整个国际社会 他举出三个案例 他说为什么中国正在撕裂国际社会 第一个是因为你武汉肺炎的病毒出来之后 结果你又引盖了真相 所以你在撕裂国际社会 第二件事情 他说你中国用了一带一路 然后去拉拢亚非拉这些国家之后 结果造成这些国家的一个债务问题 那这些债务问题又相对让这些国家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你也在撕裂国际社会 第三个他提到了 就是说你这个美国 这个中共想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所以你会撕毁一些国际上你签过的一些条约 包含中英联合声明 承诺50年不变的香港 结果原本到2047年 结果你现在就变了 也就是说你不承诺这个所谓过去你签署的一些任何文件 你也在撕裂国际社会 所以蓬佩奥举出这三点的一个重要的意涵 就认为说 不管是现在的拜登政府 不管是布林肯也好 你们说话要算话 要挺台湾 要挺到底的意思 然后现在的拜登政府其实也不妨多让 因为他在内部来讲的话 开始禁止 包含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在美国的一些子公司 在美国一些经营商业方面的一个运作 所以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其实就已经开始禁止中国电信底下的子公司 在美国进行运作了 另外美国也开始在针对新疆人权问题方面 因为你知道要维护这些新疆人权的相关的这些集中营的 要有监视器 这些监视器包含海康卫视 包含大华科技 这些现在也成为拜登政府去制裁这几家的公司 在美国所有的相关的通讯业者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通路 全部都禁止去采购 或者是禁止使用这几家公司 所以显然是说在中美之间来讲的话 它还会有另外一波更严厉的 这个所谓的不管贸易战 或者是说因为人权所衍生出来的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 包括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 然后衍生出来相关的产业 相关的厂商 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川普总统也好 或者是拜登总统也好 现在大家都比的 不是说对中国软弱下来 而是你看到这两边的 前政府跟后政府来讲的话 好像都加足了马力 就开始对中国采取更一波的强硬政策了